黃金博物館 我們現在人位於黃金博物館 我沒有來過欸 今天我們是要來玩一個由黃金博物館跟鳳世界共同研發的實境解謎遊戲 叫做道金行動 就像是戶外的密室逃脫的感覺 我上次去玩的是淡水 它其實是結合淡水那邊有一些廟啊 然後有教堂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特別是因為它還有真人的RPG 是NPC 之類的 什麼ARBR之類的 這一次呢是黃金博物館的期間限定的一個解謎遊戲 今年推出了兩款官方的戶外實境解謎 就是一個很創新的遊戲設計 奧摩霍巴勒斯 它只是說有一些坡有些樓梯 我可以先講一下它的三大特色 第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遊戲機制很特別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它是獨家結合戶外實境解謎 而且它還有手機的AR的擴增實境 就是要用手機像我們抓寶可夢那樣的 因為它的手機可能會跟你的實際的東西可能有結合 透過這個去破關 第二個特色它就是自由組隊 就算你只有一個人你也可以來玩 一到四人都可以 小團體就可以了 第三個就是它有非常多的禮物讓你拿 想吃天堂的餐券 必保樂園的門票 最好的是Switch加健身環 所以如果你來玩就有機會抽到這些大獎 總共有超過350個獎項 所以這個遊戲呢就是要透過手機 所以首先你們的手機店有沒有充飽 還會搭配一個實體的道具包 不能給你們看 它剛剛有說道具包裡面不一定是所有的道具 所以道具有可能隱身在各個角落 怎麼辦我覺得好像很難欸 我看到這個我就想睡 總之弟弟今天就是來旁邊亂的 我們一定要破關 我們兩個腦力機到 我在想辦法怎麼鬧你 如果你遊戲時間越短 用的提示越少 打錯的次數越少 你的分數就會越高 所以你要拼的是時間 提示跟答對 都聽懂遊戲規則了嗎? 先讓我們再去 聽工作人員詳細的解釋一次 我還有人說要叫我們重複一次 嚇到 去聽工作人員詳細解釋 你好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玩的遊戲叫做 散花仔到驚心動 開始前會有工作人員詳細的跟你解說 要如何去結合手機 並且解釋整個遊戲的內容 報名完成之後你就會得到你專屬的遊戲代嗎? 這麼突然就要開始被帶去遊戲了 我還以為可以坐下來吃個早餐什麼的 我們今天在路途上會遇到一個角色 它叫做礦姐 眼神避開礦姐 把手上的道具包收起來 你頭滴滴的時候拿好就這樣 現在就等我們隊長這個 開始的按鈕按下去 就會開始計時 APP趕快刪掉我們回家了 等一下你看到礦姐你的眼神怎麼樣 要反反 對就是這樣 我們已經看到第一關的關主是一個辣妹 但是她髮質有點差 現在就等我們按下開始 準備好了嗎? 現在時間10點10分 開箱! 按下開始之後它就會出現這個遊戲的一個背景故事 欸那個關主在後面走來走去好恐怖喔 這個遊戲的背景是因為當時戰後初期 景氣不佳 所以金瓜十一代就會出現一些 道礦的人 我們這些玩家就是道礦的人 叫做散花仔 我們眼前的這些關卡跟謎團 就會關心到我們這次的道經行動會不會成功 你們終於來了 你講到關鍵字了 關主你講話可以快一點嗎? 我們有在計時欸 我很投入你不要那麼直欸 接下來就要麻煩你們幫我這個忙囉 關主已經給出第一個提示了 所以你要從你手機的提示中找出跟關主講的那個關鍵字 關主才會跟你講話 我們現在準備結第一關的謎 我不會把解謎的內容拍給你們看 不然這樣子就爆雷了 我只會把大致的流程拍出來 滴你是不是在滑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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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原本想說他跳出去滑IG 他被我抓到他整個心虛 過解隔鐘的暗號 你不要再裝滿了 你根本就沒有在遊戲內 你腦子一片空白對吧 這個就是開啟AR模式 開啟之後你就會在畫面上看到這樣的圖示要去對 我們會不會破到三點還在這裡 第一關就有點卡關的狀況喔 剛剛工作人員有說請你們善用周邊的景物 一切的一切都是有關係的 我的眼裡只有你我看的到什麼 看到這個R還以為自己在網絡裡面 還是我們要先用提示 因為我們還不懂這些邏輯 你太沒鼓勵了吧 我不想努力了 戰力最強的關跟我預估的一樣 就是妹妹跟蟲蟲 另外兩個就是在旁邊玩 他們現在要輸入答案了 但是輸入錯的話是會扣分的喔 沒有金啊 有金 閃閃 好啦你就輸入火力這樣 你不要在那邊給我 答錯了 好啦我不要玩 我跟你講因為我前面卡在這裡不是辦法 我們人要往前看 我們居然答錯我們就趕快用一次 對啊我剛剛找到零件啊 我剛剛就差一點了 我沒想到你第一關就會用到提示欸 我跟你講我已經很接近了對不對 答錯了 只要是部首的問題 他們幾乎已經90%解答出來了 是排序的問題 手機說況景要來追我們了 好像在玩Running Man喔 好我們現在要去第二關了 道具包裡面有地圖可以參考 你現在手指裡面的東西有什麼 就告訴我 聽到沒有 跑起來跑起來 又是計時了 散步啊 那你各位混啊 那我覺得我們開始有這個方向 我們有注意到那個點跟這個點是一樣的 我們還有兩個提示 很簡單我們會留著 我們最後會加兩分 走這個路你不覺得就像是 大學在玩的那種大地遊戲嗎 你現在在笑什麼 就我們要白癡嗎 我可以E-mail了路他你知道是什麼嗎 全幫我拍照 你是不是先去咖啡景真的等他嗎 做冷氣開放 他每個關卡都不進欸 可是其實你這樣沿路看一些風景 我覺得還蠻棒 可以讓你透徹的走遍金瓜石 到了到了 我們到第二關了 你是關主嗎 我是廟公 我們也剛剛又答對了關鍵字句了 我先去試一次 一次啦 十八我就出來出來 但你遊玩的過程中 其實還是有相當多的遊客 那你一定要注意不要打擾到一般遊客 我們就是要去找這個詩籤裡面 可以找什麼線索 答案是兩個中文字 他剛剛給我的提示是 我們要進去看看 一樣就是拿著你的實體道具包 配合你手機的AR 他們四個現在已經分頭進行去找答案了 兩個聰明的在這邊對答案 你們兩個是不是起了點爭執 其實你們還是要理一下鏡頭啊 畢竟我還是在拍有沒有 可是我太認真 太入戲了 你用你的方式找你要的答案 那我用我的方式找我要的答案 看哪一個是對的 分頭進行 快點 你弟是不是去休息 應該是去吃點心了 弟弟找到 對耶 我以為你去吃米粉 該不會這一關是透過我弟才破關的吧 知道我多重要的吧 我很努力的在找欸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出題的邏輯 他們出題的邏輯很怪 你自己腦袋不好說人家多奇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密室逃脫 真的就是一個戶外的密室逃脫 剛剛公眾人說答案已經明顯到 他以為我們在裝不知道 這是這一關的道具包 Change I don't wanna change baby 我終於答對了 阿弟這是有用欸 這真是你的功勞欸 可以幫我拍照了嗎 他們很棒 我覺得分工團隊很重要 路人說上面有警察埋伏 不過這條路蠻漂亮的 這條路叫做奇塘老街 你們看起來很可疑喔 怪怪 麻煩請把你們身上那包東西拿出來給我看起來 拿一包這一包嗎 你們都跟他對阿遠了是不是 我所有這一包沒有其他東西了 麻煩請配合一下 不然你們看起來很像剛剛的頒頭 我們只是一群盲人 看起來這邊似乎沒有可用的線索 所以我護衛你們了 你們可以離開了 那我這一包收起來囉 你要交出來也是可以 礦景辛苦了謝謝 好恐怖喔 我真的嚇到欸 我們之前看著返校有沒有 就很像那個警察的感覺 他連口音都超像的 好可怕喔 要做到這樣子嗎 日鎮槍員的 阿人家拿你道具包 阿你拿出你那一包 不是阿他問說那一包拿出來 我想說我做這一包阿 剛剛我們在路上然後肚子痛 就想要先點下一關的關卡 就我點不開 他們有GPS定位定得很準 你一定要到那個附近才開得了 有點可疑喔 把你那一包掏出來 你要兩顆是什麼 剛剛的聲音就是開始的聲音 提醒你這邊已經可以打開了 第三關又要開始了 你們看這邊好漂亮喔 要不是我們現在在破關 我弟子要這邊拍照拍包 我想要來點涼的 那這樣總共一百塊喔 這個商人算斜槓青年欸 他一開始要講解遊戲 然後再變商人 獲得一罐青草茶 這次的答案是什麼 三個阿拉伯數字 他們又在第三關的解謎中 工作人員剛剛已經跟我說 這一關很難囉 好來一個人記喔 好記164 很好記 因為跟你身高一樣 你會點啦 那我玩得怎麼新 哈哈哈哈 那是總鑰匙啊 然後真的在笑 他們剛剛在這附近 到處拍了很多很多的數字 有一個答案 但是重重覺得不是 多數字 錯了謝謝 我會點好不好很累 你如果讓我發現裡面有 那時候要的東西你就死定了 欸做啊做啊 欸大家做做啊大家做 我弟子直接從遊戲離線 我的青草茶喔 你給我閉嘴 很軟啊 我妹好生氣好生氣 新娘退貨 你們這關卡滿久的欸 這關很難 我真的不想努力了 第四是輸入答案 答對了 答對了 現在要找找第四關 我想要找到書上的這幾塊圖磚 手機會發出提示聲 跟你講下一關的故事 你講這一副就是當地人的樣子啊 一定是說這裡吧 第四關解謎的地點這邊好漂亮喔 你看後面那一座山 弟弟跟肚子兩個人的腦袋就是長一樣的 我曉得為什麼要這樣子欸 我跟你講心地交瘋 又熱關卡又不簡單 然後又有兩個豬隊友 你自己還不是拍錯 講人類說別人說自己 沒人要管你 輸入答案 耶 我終於有貢獻了 下一關下一關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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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進行的傳播遊戲這一關 其實它這邊以前是一個醫院 在1989年走入歷史 所以它這邊是一個醫院就職的遺跡 第五關要找十個中文字的答案 我會點這個 我妹就是這種 越難會越激起她的鬥志 我們又遇到礦景了啦 你們身上似乎有我要的東西 可以麻煩請把剛剛那袋東西交出來讓我看看 請乖乖的配合 大家的眼睛都不敢看礦景 Dalina 沒什麼的事情喔 你不囊囊呢 這個就是我要找的東西 沒有啦 這不是啦 這個給我就可以 好啦 那個我也不要 你的眼睛是怎麼一回事 有點那個白內障 白內障 那你好好照顧她 感謝你們的配合 她拿走我們結構的東西 找到我們的關主了 現在關主在講這一關的故事 你們今天一定要讓自己融這個遊戲 必須說我們這些關卡的景點 真的都超適合拍照 你看這邊也好漂亮喔 這邊是1942年到1945年 獻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被日本人窮盡在台灣的盟軍戰俘 答對了 剩下最後一格了 快點快點 好感動 這個真的是要手機在通保店的狀態下來玩會比較好 因為我現在只剩下大概20% 她體力剩5% 警察大人要喝彈珠汽水嗎 你們看起來很像之前倒彩黃金的薩茴一樣 這位的眼睛還沒好 對 警察你還記得她眼睛怎麼了嗎 還內障 對 對 我們趕快帶她去醫院 天啊我把劇就進來了 快跑快跑 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那個警察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看到我就瞇一眼 警察蠻帥的 最後一關這個樓梯 不然我現在下面等你們 好累喔 欸但是這裡真的很漂亮欸 他們網美MOD ON 剛剛工作人員說這邊的時階之所以這麼低 是因為當年如果礦工意外受傷 要送去我們剛剛那個醫院就職的話 樓梯不能坐得太高 不然會有危險 所以她才會坐很平很大街的樓梯 但是怎麼樣 還是超爆高 還好吧我覺得這走起來其實不費力欸 就很像在走平地一樣 亂講 我們回到原點了 工作人員時間暫停 先吃個礦工便當 暫停暫停我不想努力了 阿迪最後一關結束有沒有吃飯 終於到最後一關了 努力的解除最後一關吧 你要輸入答案了 對 阿為什麼你旁邊的隊員都不要 你在亂輸入答案嗎 你在亂輸入答案嗎 錯了錯了 他又害你們被扣分了 學你弟弟剛亂輸入答案 他說什麼 X53 跟X53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他就說冠儀喔 我現在被輸入X53 冠儀喔你不炒我帶你的輸入金瓜屎 好像快解出來了 好緊張喔 耶 好嚇到 原來就是這個答案 剛好耗時三個小時 我們完成了 我們做到了 耗時三個小時 我們的道經行動終於結束了 恭喜你們四位散花仔 這次真的是蠻好玩的 但是必須說遊戲是有難度的喔 當然如果你叫小朋友的話 他還有兒童版的 這個遊戲就是 傍世界跟黃金博物館一起合作 推出的 道經行動 如果想要來玩的人呢 活動報名時間在8月14號就開始了 一路活動會到9月18號 這遊戲的報名費非常的便宜 就算你一個人來玩也只要300塊 四個人來玩呢只要700塊 而且我覺得玩完以後 你以後帶朋友來都不會迷路 這個遊戲 上花仔道經行動 推薦給你們 對 對 對